在广州有一所十分诡异的废棋医院 棋医院病房里的铁门 却像监狱一样 病房的房间很简陋 只有一个蹲坑 但看到窗户让我大惊失色 这不就是牢房吗 大家好 我是大树 红社会除了有喜剧 悬疑剧 其实还有恐怖剧 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进入一个恐怖的探险之旅 头上三尺有神明 那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争议的事情 就是一个21岁的年轻小伙 身体棒棒的 在学校突然晕倒后就离世了 But 剧情经线反转 据说这个事件堪比第N个狐心语 那为了验证这个事件到底是不是第N个狐心语事件 到底有没有涉及到摘零件的这些行为 我用了各种码甲号去尝试与孩子的家长联系 终于找到了孩子家长还原了这个事件 那网传本次事件最具争议的点 就是学校未通知家属直接将其孩子送进了殡仪馆 无亲属签字 当日就给尸体给虎化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视频 我一直要求送医院 为什么不能送 送的话就完蛋了 我们压车看一下人都不肯 你决定 他就陪我 现在拿拿哪里去 因为是宾馆去哪里 宾馆有没有通过 我家洗哥们同意 你什么都不需要 他规定 因为他整个 为什么我们家个面都不可以 他一切是按程序的 你放心 我家个同意了吗 我家个同意了没有 他诚意说 这个都有 为什么我们家族见面都不可以 都有 你把这话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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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在哪里 你告诉我 现在你给我地址 我马上过去 这个大哥是脑袋被门挤了 你放心 120110抢救都很及时 我以为人在抢救呢 但这个孩子已经送到了 殡仪馆里 而且我不明白 这个学生为什么不能被送医 他说一送就断了 再说说 这家伙你还不如不说话 他一说话我就听出来了 这背后有红鬼子附体 你说一般人遇到这个事情 我们都会打电话叫救护车 一边抢救 一边等待救援 那就只救活 就是命了 对不对 可红鬼子这帮救法 那是要别人的老命 我们谁都不理解 为什么叫救护车就断了呢 而且据说 这个小伙 是在教室里倒下的 然后他就口吐白沫了 后来呢 学校快70多岁的老医生 跑过去给他做急救 做心肺复苏 但是按了两分钟 就按不动了 差点没要了他的老命 岁岁大了 没有力气了 那老医生来之前 这帮人都在干啥呢 然后呢 这个报道就说 学校呢 有一台AED机器 就是一个抢救的机器 但就800米的距离 都没有人愿意去拿 所以就错过了 这个宝贵的抢救时间 孩子就走了 我真的觉得 这是红鬼子 对人类智商最大的侮辱 人家长一过来 就找学校去理论 那你总该告诉我 孩子到底搁哪了吧 结果他告诉人家 搁殡仪馆了 直接掠过了医院这个步骤 送殡仪馆去了 你说人家长能不生气吗 你有问过家属的同意吗 他不需要 他说人警察同意了 符合正规的法律流程 于是他又叫人放心 咱说说家长怎么放心 于是就不放心的问他 殡仪馆在哪 你告诉我 我好去看一看 学校负责人竟然说 我不知道负责人 不知道这个遗体去哪了 那到底谁负责的这件事 你不是负责人吗 我告诉各位 这就是红鬼子的踢皮球的逻辑 遇到事情 第一个想到的是 找相应的人做相关的事 然后就是怕担责任 事闹大了之后 他就开始甩锅 所以各位 他们能算人的范畴吗 人不会有这么冷血的 机械式的回答与做法 对不对 如果今天一个人 是这样就算了 一群人都是这样的 一个中邪的状态 诡不诡异 所以呢 我一看学校负责人 这诡异的回答 那我就觉得其中必有猫腻 说不定真和隔灵家有关系 那我就去找这个家长 我就去找线索 那我就想知道 你家长到底 有没有见到孩子的遗体 到底他身上有没有伤痕 到底是不是没有经过家属的同意 就直接给他火化 后来呢 这个母亲他告诉我 他说他看见了孩子的遗体 而且他也确实检查了孩子的身上 确定是没有伤痕 紧接着呢 他就非常肯定的告诉我 他说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就是到底有没有伤痕 到底这个是不是涉及到 这种隔灵家的这些事情 他说他不会说谎 他自己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孩子 就这样没了 他不会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他孩子 各位知道吗 我看到了这句话 我特别的伤心 这种逻辑思维和那学校负责人 差不了多少 捧在手心里的孩子 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可是最后这个孩子却走了 我想问问这种伤害 这种看不见的伤害 从哪里来的 作为父母 你连最基本的讨回孩子的 这个公道的权利 这个国家都不能给你 你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的孩子 这不是吃人说梦话吗 我不是想批评家长 而是说红社会太毒了 他把人牢牢的束缚住了 就连这个家长 他的回答都是标准答案 标准的替国家分担重任 所以说这件事 并不是像网传那样 在这个未经父母的同意下 就把孩子的遗体 拉去活葬场给火化了 就没想到呢 我有帮红鬼子洗白的一天 但是这个事情再怎么洗 大家也能看到 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思维和乱象 而且呢 他的父母啊 最后也没有告诉我 他的孩子到底的最终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反正呢 孩子的死是存在很多疑点 甚至是很多bug的 其实呢 红鬼子的割零件啊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啊 我有接触过类似的这些家属 但是呢 通常这种事呢 都被无情的给打压了啊 不让你外传啊 甚至就拟传了 人家都不相信 大家知道啊 在中国啊 是天罗地网的存在 人脸识别技术相当高超了 可是人贩者 照旧拐卖啊 铁链女依旧存在 摄像头一到正义事件上 就自动断片 所以啊 这些乱象 其实都鉴止这个国度里的 高度腐败与混乱 因为黑市在中国这个国度里 它也是一个量级的存在 这个市场也很大呀 在广州有一所十分诡异的废棋医院 棋医院病房里的铁门 却类似监狱一样 病房的房间很简陋 只有一个蹲坑 但看到窗户 让我大惊失色 这不就是牢房吗 这是医院的背面 他们像是刻意隐藏着 根本看不出内部是牢房 这张手术床 藏在医院一楼的正门的墙后 那么它究竟是对病人做什么的 这张手术床却带有怕病人逃跑的绑带 这保安厅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人 这边的门开着 这里就是废棋医院的背后 让我疑惑地说 这边灯怎么样 不会里面有人住吗 救护车退去在这 直接进来 二楼门全部都上锁了 四楼大概率是一个手术室 这些门好吓人啊 这里面怎么都有跟水泥床一样的东西 上面竟然还是个厕阔 我简直感觉像 我感觉这边就是牢房 每一个地方都像一个牢房 造的跟牢房没什么区别 里面是一个蹲坑的厕所 这边就相当于是一个头位窗 监视窗 头位窗 然后这里一排都是 这根本就不是医院 医院不可能有这些设置的 这一排全部都是 进去看一下 这里面就是监狱的配置 起榨栏 全部都是金属黄道窗 我让你逃出去 这里是五楼 五楼还是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味道 看这边已经装穿了窗户 监监窗 这边 打开 玻璃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状态 这简直就是为囚犯打造的 这边是头位窗 打开 这边没有玻璃 你可以给这些囚犯 喂吃的 这个医院到底想干嘛 这个医院绝对不简单 甚至六楼也都是这些房间 他们到底关押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到底关押的是什么类型的人 七楼 七楼也都是 八楼 八楼也都是 九楼 九楼 九楼也都是 医院为什么要用这种杂拔 看一下复刻的 哇 一台检查车仪器 这台仪器挺贵的 就在这里浪费 豪华的大沙发 这里简直不像是一个医院 只像是一个公主的房间 这是复刻的检查室 哇这么吓人的妈 血液保存液 一次性使用塑料血袋 他们不会是这个医院想非法聚定一切而改 然后采集这些血液 血液保存液 这个洗手台 下面还贴了一对符 一个我根本不懂的符 这个医院绝对有 不可告人的秘密 非常的吓人 这个医院 生物危害 一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这两瓶东西是干什么的 手瓶已经发痒了 我不知道要不要来摸一下 等一下削一下毒 感染性肺 里面还有东西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但我已经摸了 下面 这些都是检测剂 哇 好多设备 全部都是并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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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板都已经被的掉了 这边都是并窗 防手臂的东西 看完了这个视频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恐怖 这个医院到底藏着什么 今天的秘密 那些病房 为什么是大铁门 为什么七层楼都是这样的设计 它为什么要开在市区内 为什么这么多昂贵的设备 所以最后却变成了肺铁被遗弃在这里 那我有上网查这家医院 那这家医院叫做广州月康医院 它已经停业了现在 而且你根本在互联网上就找不到任何关于这家医院的相关报道 但是如果咱们查电话号码这些相关信息 我们可以查到这家医院的前身 叫做广州圣康医院 我看了它以前的简介 它写的是响应红鬼子的号召 医院设有多人病房 单人病房 VIP病房 为患者提供舒适温馨的就医环境 努力打造特色专科 卧了个天啊 这个视频里的环境 就完全和它的简介内容是对不上号的 对不对 那到底这个医院到底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医院呢 那我上网查了一下 它还是有流量的 也是有很多医师的 但是从2021年的年初 它就正式成为了广州月康医院 可是这家医院明明就已经停业了 但是在六天前 竟然有人发布了招聘信息 所以这个机构还在 这群人还在 后来呢 我又找到啊 这家医院当天的这个剪彩仪式 看就是这家废弃的医院 对不对 咱们看视频 它写的是什么 它和中国国际救援中心广东应急救援总队 一起合作了当天的剪彩仪式 那我随后呢 就查了一下这个机构啊 中国国际应急中心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啊 于是呢 我一看啊 好家伙啊 就是国家的机构啊 国企啊 你看它的口号啊 是什么 响应红鬼子的号召啊 以人为本 生命之上啊 以人道主义出发 可是 你这家医院的大铁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显然就和人道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也就是说呢 这群人道主义机构入住这样的医院啊 你根本就想不到这家医院竟然有差不多七层楼都是这样的大铁门的设计 所以面对这样的医院啊 有朋友就留言他就说啊 世上什么医院里面需要大量孤立的牢房 什么医院病患客户全部能自由进出 需要被独立关押 医院外部为什么要做伪装 让外界看似好像是正常的门窗 正常手术过程使用麻药麻醉 什么样的需要人牢牢被绑在床上配合啊 什么医院会配备大量的血液保存液啊 零件移植他后面补充说到啊 如果零件像官方所说是来源于捐献来的 那还怕他逃跑吗 所以朋友们啊 这些问题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啊 但是呢我再补充一点啊 那就是设置这样的医院啊 从图纸建造 包括各种检查 最后再把病人分散到各个大铁门内啊 谁分送的怎么进来的 再包括里面的厕所和那个监狱的铁窗啊 还有就是可以绑住人的这些手术台 它整个的过程是需要人参与建设的 也就是说整个这个医院从设想建造 再到成型与运营 一大堆人在为这个医院服务 甚至守口如瓶 保守红鬼子的秘密 如果今天不是这个小分队啊 进去探索啊 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有这样的医院存在 那最后呢 我再浓缩一下这个重点啊 假如这个地方是给精神患者专用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需要伪装呢 还有不合理的绑人的病床 血液采集袋 大铁门和铁窗 这些东西存在的意义 是不是正好就和正常的正规的医院 自相矛盾呢 哪怕他就是关押犯人 他也相当的不合理 所以啊真相呢往往就是这么真实啊 看不见的不代表不存在 存在的也不会轻易的让我们看见 好了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